另外呢 中國大陸重返了海權大國 在南海這個地方 菲律賓你要怎麼樣挑釋呢 來看到最新消息 是大陸呢 上海海事局1號 公布的航行警告 外傳就是大陸的航母呢 福建艦進行第三次的海事 在3號的時候 有網友PO出相關影片喔 一艘就是疑似 福建艦的軍艦 從上海江南造船場 它緩緩駛出來 那甲板還出現了 艦載機 還有加油車 那有網友說呢 這會不會是模型呢 但有網友說不是模型 而是真機啊 哇 大使你怎麼看 第三次海事來了 我想很清楚的 它就要進入到 真的海事的重頭戲 就是起降的測試 對不對 航空母艦就是一個 浮動移動的這個 就是飛機場 作戰平台 它是一個飛機場 所以它基本上最重要 就是要供這種各種類型的 戰鬥的這種 這種飛行器 在當以航空母艦 作為一個浮動平台 然後要起降 能起能降 現在我想到這一階段 是 那你知道這個 山東艦 它的前 就是前一艘大陸的航母 它一共 就是海事了九次 九次裡面 大概前後是一年半的時間 是 所以 這一次看起來 它所有的進度 比山東號快 對 為什麼 因為就是說 山東號第一次 海事 又跟第二次相隔90天 是 那這一次你看 第一次 海事跟第二次海事 我記得好像是19天吧 來我們來說一下 這個數字 第一次海事時間 5月1號到8號 歷史了8天 那第二次海事呢 其實是5月24號 你看8號到24號 這中間沒有幾天 16天 對 16天 十幾天左右 就第二次海事了 然後到6月11號 它海事是18天 結果現在7月3號 那也沒隔多久 22天 22天 兩個月內第三次海事 對 所以你看它第一次海事 要17天 第二次跟第三次海事 22天 說實話 你這個海事也是蠻辛苦的 8天 然後第一次8天 第二天18天 你回港 你這些人員的休假 整補 這些後勤補 就差不多要這個時間了 是啊 那為什麼會這麼短 就兩次海事時間 都這麼短 我們上一次 我覺得也有討論到 我們推測原因就說 它的試行狀況非常好 就沒問題 就是沒有問題 你還是回來說 哇這個方便 太好了 說這個螺旋槳裝歪了 那怎麼辦 那是有大改 那起碼一個月吧 兩個月吧 那回來說 這個怎麼樣 那個墮 有一點這個 不穩 要回來 那這為什麼會這麼快 我認為就是說 它基本上在建造的時候 它去試用它下次就很少 所以也就很快 這種項目各種科目做完以後 沒有大問題 然後就下一個階段 一個一個進度 每一次都有一個進度 那現在第三次的話 建載機上去了 那就是要做測試 那我覺得這重頭戲 為什麼 因為這次是電磁彈射 三條電磁彈射的這個 這個電磁台線 你三條都要試啊 對不對 你不是只有試一條 那這個是 唯一的 獨一無二的電磁彈射器 常規動力 航母當中 唯一的電磁彈射器 那這個裡面就有說 我們知道的話 你在 它需要 起飛的時候 電磁彈射器要大量的電 那你在電的時候 你船上其他的用電夠不夠 而且這個 這個 這個 福建 基本上還是常規動力 是啊 它跟核動力不一樣 對不對 那你能夠你的發電量夠不夠 對不對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關鍵點 那我想這一次還是 它就會一一的都要 都會對揭曉 對啊 那當然就飛機來講的話 如果說有這個 當然殲-15的話 那就是 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如果低的話 電站的話 這個也更厲害 也更厲害 那是不是還有 這個所謂殲-35上去呢 還有就是說空警 600 600 是不是也要一起做呢 對我覺得飛行員是有 就是說 因為你現在山東跟遼寧號 大概就艦載機 就是殲-15吧 對 用老鏈的飛行員 可是它過去是彈跳的 對不對 現在你可完全 以前是滑躍的 那滑躍是 現在可完全不一樣 對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我覺得 也不是見真章了 重頭戲出來 重頭戲 因為中國大陸 這個三哈姆時代來了 我們可以看到福建艦 速度非常快 代表沒有什麼大問題 不是像很多國家一樣 比如印度 急救張等等 你可以看到 殲-15 殲-35 空警600 都會陸陸續續來測試 另外呢 其實說到的 上一艘航母是山東艦 山東艦也在進行練兵 這練兵的方式 也被大家看到新的一個玩意兒 比如說呢 它現在練的是 航母加兩棲攻擊艦 這是7月2號衛星顯示 山東艦帶了什麼 075海南艦 還有兩艘動物 兩艘052D 054A 901補給艦 九艘艦 在南海西沙群島進行演練 這當然是它例行的演練沒錯 但是呢 也對菲律賓也會覺得 哎呀 那是對我來嗎 那美國更不用說 它也在環太平洋軍演 儘管比較遠 但是中國大陸擺出呢 航母加兩棲艦的演練方式 大使 我覺得這個 當然演練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不是作戰就是訓練 那這次是 我覺得最大不同就是 兩棲攻擊艦 075 4萬多噸 對呀 這樣大的一艘 這個等於說是小航母 是 那也一起來 我想在戰術 哎呀 就是說假想的這個戰爭狀況 就不一樣 對 對 所以就變成就是一個新的一個 組合下一定做一些新的項目的演練 對 這一次在西沙群島附近 西沙群島就在印 就在菲律賓的西西西西西 往西看 對 對西沙群島再過來 對 就到黃岩島 所以這個我亂 對 在這個情況我覺得 就菲律賓來講的話 它一定倍感壓力 對 所以就用一句美國人常常說 威責菲律賓 還要警告美國 對 那這個軍力的話 那說實話 我看美國的這個航母戰鬥群出來 還沒有這個架勢 對 或者說美國大 重要的時候 它也事實上也會搭配兩機 兩機攻擊艦 對 可是你看055大驅 兩艘 對 美國的都很弱 對 都是兩艘 052D也是兩艘 對 054A也是兩艘 那個05大 這個05已經 將1萬 1萬噸 滿讚 1萬噸 這個052大概有6 7千 4千 所以都是大型艦艇 對啊 加起來垂發的話 我看這就加起來 112 對 這個64吧 大概有 將近 將近 400了吧 400垂發 將近400個垂發 飽和攻擊 美國航母也 也慫了 戰力非常的強大 那我覺得就是說 在西沙群島附近演練的話 那稍微再往東靠一點的話 就在菲律賓的 對 菲律賓至此宣稱的 西菲律賓海裡面 對 那菲律賓拿得出這個陣仗嘛 對不對 差太遠了 差太遠了 而且美國說實話 這個時候正在這個 恰維迪水域搞這個 環泰軍演 我覺得你去搞你環泰 中國搞中國的這個 航母戰鬥群的 大規模的演練 也是怎麼樣 也是別苗頭啊 對啊 也是別苗頭啊 尤其是在自己中國大陸家門口 有先天的租場優勢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t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請下一次 請下一次 背景 gave